主料,鲜菜400克,皮蛋一只,火腿长一根,辅料,油,盐,高汤,蒜二大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鲜菜切掉根部,烙液,洗净备用,蒜切碎,火腿长切小丁,皮蛋只可切成小块,锅里烧开水,将鲜菜吞水捞出,起锅把油烧热后,把蒜末爆香, 然后把皮蛋,火腿长放进锅里,翻炒两下,把高汤倒进锅里煮沸,放入烫好的线菜,加盐,拔均匀,即可,烹饪技巧,高汤提鲜,不需加味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